盘点贝塔版13种隐藏植物 只有10年老玩家才全部见过 以下隐藏植物需要在关卡内 携带一个无用的子卡并输入指令 无用子卡就会变成特定的隐藏植物 1.僵尸菇 输入适用获得 僵尸菇价值150阳光 一次性卡牌 在白天种植需要咖啡豆 种植后生成三个僵尸卡片 种植的僵尸为魅惑僵尸 2.冰叶草 输入PETO获得冰叶草价值100阳光 如同二代的巨峰甘蓝 将一型的僵尸吹退一段距离 直接吹飞本行的气球僵尸 3.唱片机 输入Music获得唱片机价值75阳光 一次性植物 可吸引前方三乘以三的僵尸聚集到本行 对水路无效 令有些僵尸丢弃房具或忘记自己做的事情 如撑杆跳忘记跳 4.雪人的头 输入Yeti获得 雪人的头价值25阳光 如同坚果宝灵球中的坚果 无视水路的僵尸 可在屋顶种植 5.魔术豆 输入Magic获得 将其种植在一棵植物上 该植物会变成植物卡片 一个非常好的搬家植物 6.火焰豌豆射手 输入Fire获得 火焰豌豆射手 价值125阳光 攻击时发射火焰豌豆 7.反弹树桩 输入Rebound获得 反弹树桩价值150阳光 能反弹向它方向发射的子弹 8.小喷菇 输入Roof获得 小喷菇价值25阳光 可直接种植在瓦片上 其他属性同小喷菇 9.窝窝 输入Trix获得 令周围上下左右的植物 变成窝窝并自己消失 但变成窝窝的植物的伤害 只有窝窝的一半 10-13分别是 反向双发 花苗 爆炸坚果 巨型坚果 在选卡阶段 输入Card获取 那问题来了 它们分别有哪些效果呢 在线等一个课代表 9.0.0 10.0 10.0 10.0